這個是張花冠嘉義館長 那麼今天這個馬總統到嘉義縣 張花冠兩次嗆馬總統 嗆辣發言 他當面要求總統不要只仿視農業之憂生 你應該立處雲家農業特區條例要通過 真正照顧農民 馬總統跟畜牧業座談 嘉義館長張花冠兩度嗆辣發言說 嘉義縣政府沒錢沒人 沒辦法改革農業的困境 希望總統能夠立處雲家農業特區條例通過 由政府編列500億特別基金 輔導農業農村跟農民 張花冠說 他不是來吐槽 而是要告訴總統 三年來每一戶農家所得 從91萬減到只剩87萬 減4萬多 農民是越重越窮 五年來農產進出口逆差也增加到26億 農業出口少而進口多 希望總統拿出對策 張花冠同時提出瘦肉監管制 寬以對外 言以立舉的不合理性 以及對於農委會補助花博36億 卻沒錢補助農業的質疑 好 今天張花冠很不客氣 那麼馬總統的回應 來 我們來看VC 農業政策連番被炮轟 總統馬英九乾脆南下嘉義 探視序幕戶 卻在座談會上 碰上縣長張花冠 毫不客氣踢管 我今天不是來酷臭 我今天只是來告訴總統 他們有很多心酸 是希望總統你來玩的 張花冠不滿政府花36億 補助花博 忽略農民 越說炮火越強 發言一度被擋 張花冠卻緊握麥克風不放 當縣長之前 我再講一下 你大概忘記我 馬英九眼見張花冠侃侃而談 無奈的默默坐下 繼續當聽眾 終於輪到他發言時 冷不防的酸了張花冠一句 大縣長你還要再說嗎 沒有了 好 可以讓我說了 農業政策引起地方不滿 張花冠挺身替農民發聲 兩人不斷隔空對抗 你一言我一句 也讓一旁的官員好尷尬 來 各位說什麼補充 其實這種問題 張花冠館長是 替他館裡面 以及其他館的農民請命 真的 這些有的應該都是農委會主委 應該跟總統說的 但是農委會主委 這點做話就沒有了 你只要讓一個管長公債的威權 但是你看馬英九那個台東 除了這個小子他沒有了 還有一個小子他在去看那些牛 的時候我就看說 這敢有像一個總統 他對世紀木業到底了解多少 兩千塊八年他在弄死地 會跟農民說 我們來參加的鋼水嫁當 三年過的這場農民 但你會說對農民的一個照顧 完全都沒有 但是我看趙立營 嚇你講這些威權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是這個地形馬營救的滅農計畫 如果政策如果是這樣 你叫趙立營可以說什麼威權 如果中國國民黨的政策就是要滅農 水軍中所有的教授 學者都在研究 包括什麼 包括哪有的 張大春自己在拚高利不嚇 滅農就是開始 徵收土地就開始在滅農 公開這樣跟你嚇 那表示說 大家都看得出來 中國國民黨的政策 就是要把這些農民全都滅掉 滅掉的時候 一步一步從土地來放起來 開始對你們這些農民 肥料區區讓你沒辦法做的政策 這都一步一步在做的 為什麼照例怎麼那麼大 我剛剛在火上加油 馬營救要選年年的總統 這個時候應該對農民比較好 威心的教練 因為政策已經進行了一半 你沒有進行下去不可以了 所以馬營救現在去黑江 去看農民都是表面一筒 要表情說 跟兩千塊本來一樣 但是心裡一樣 是要跟你賣賞 蔡委員你也是台中 現在是台中七 以前是台中官嘛 台中官也有很多農民 是 你普通接觸到農民 你覺得馬總統真的有照顧他們嗎 現在的農民 我就經常在說 現在的農民 說到我們的馬政府這三年 差不多大家說比較難聽 要農用吳敦義親切的溫厚語 就是大家說 那種台灣農民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那兩年不可以說 不是那兩年 但類似的親切溫厚語 差不多都用這種話在說 我要跟大家說 台灣人說的比較有爛 我們共有爛就對了 我剛才說 我剛才說得很好 農民 這三年他感受到就是 到底這個政府 還有農委會這個單位 這是大家共同的質疑 剛才我們很多資料 每次都要加 就跟農民這塊不記得 我跟國中大哥回應 如果 如果 深圳還有農民 最沒有選技巧也要加一下 對 年選技巧還可以直接說農民 大家都加薪 算農民這塊的加薪 他還可以說 這是什麼挑撥對立 這是台灣的財政 醜恨 製造醜恨 你想想這個事務中農民算什麼 農民算什麼 我今天 找了很多企業的朋友做什麼 就很簡單嘛 政府不要求 很多企業的朋友實在是看不下去 感覺說 農民一年一趟天 這麼辛苦 這麼艱苦 農產品種出來 這政府 很簡單 一個相交 台灣金釣這麼多錢 總買這麼多錢 我一個朋友說 我這位朋友 企業自己的朋友 不然這樣 我們大家要來創一個 愛心企業的網絡 只要 就使用農產品 砰砰 我們就來買出使用農產品 大家很多人 我就來發企業 結果很多企業來參加 我跟郁大哥說 一個企業說 不然我先買五檔 五檔金釣 五檔金釣 他問我五檔金釣多少 我算給他聽說 現在我們買一檔 一公斤就買十塊 買五檔 剛才五萬 你說 這五萬而已 他要再去賣 他剛才五萬 金釣 他就說 等一下 這車 一車 所以說成功 怎麼說 所以你就知道 企業很多人 都沒有幫忙 我們政府是 不知道在做什麼 就每天都在無家讓農民 看到心生的事情 企業很歡迎說 我就一間小小公司 我就只買五檔而已 就一車大車 政府每年三十多元 在補作發佈 奇怪 對這農民 他怎麼會五檔到五萬 五萬而已 你是三十六 他就補作發佈 是啊 五檔才五萬而已 五萬我就說 去那邊走一個 我五檔怎麼這麼多 他們家的費 一顆螺絲就差不多四五萬 五檔這樣一車 一腳車 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要說的是什麼 一個政府怎麼會沒有這條幫助農民 一個政府怎麼會沒有這條 農業問題處理得好 農業的問題 是這國家的基本 農民是台灣最基礎 最艱苦 我總統管管理說很好嘛 農民的家庭所得 逐年在在降低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農業的生產的成分 逐年在在提高嘛 你炸油每次都在蓋 所有農業的需要都可以炸油嘛 你背後 這幾年 每年都在蓋 農民的生產成分當然高 當然農民的家父所得 當然降低嘛 農民很簡單 政府你有心沒心 那準備選總統 我說農事體 對 那現在選到三年我 現在是農事體 農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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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委員說 花駁的錢 委員你真的去中央百度開車經過看看 花駁150億現在在哪裡啦 幾乎黑了 農委會那三十幾億你跟我們講 你投資花駁在哪裡啦 蒸發了 剛才講 5萬塊 一頓香蕉給你 一萬塊 一萬塊給你一頓香蕉 那還看得到喔 要爛放在那邊爛還聞得到喔 花博在哪裡 一百五十億在哪裡 鴻平再出來講 這是你的政績啊 鴻平選舉過了 錢燒掉了 眼不見為盡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次選舉 對馬英九真的這麼重要 為什麼不願意補助農民 鴻平八十億真的是不多耶 很簡單 剛才講說忘記了 八十億很多喔 會金融風暴怎麼會不多 鴻平你不要被他騙了啦 八十億 二百二十億都沒有問題 都這個稅收超增了 我擔心的是什麼 是故意遺忘 故意不給你加啦 故意不給你弄啦 你們這些人都支持民進黨 都犯律了 故意不給你弄 農民都支持民進黨喔 鴻平不是 可是我覺得馬英九現在 馬英九要記得 他那時候在雲嘉南是贏的喔 今天彰花冠講的是最根本的 你要不要有一個雲嘉南條例 農業特區發展條例來弄 我覺得彰花冠不了解 如果這方面在搞滅農 怎麼可能給你投資五百億做什麼 雲嘉南 什麼農業發展條例 可能給你個五百億 雲嘉南農業消滅條例 這老農津貼提高一千元 這不是怕你民進黨 頭一個來開記者會話的 會叫馬英九去農村跟農民的孫子 農民當中 要求說馬英九你老農津貼給我們多一千 馬英九 說回去研究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進行 叫趙立雲今天出來報告 研究的結果是 對立 製造對立 仇恨 對 仇恨